好 現在頭條先來看到副總統蕭美琴 位在新北永和的住處樓下 25號下午驚傳槍響 警方連開三槍追捕謝姓切嫌 因為他不只在中部刑切了多間的蝦皮製取電 還開車北上偷走了保二總隊工地內電纜 現場落起黃色封鎖線 遠景來回踩正 甚至叫來拖掉車 而翔洞內的電捲門鐵皮扭曲變形 全是因為犯嫌想從這裡溜走所至 警方也拔腿狂追 甚至傳出槍響 驚嚇附近民眾 新北永和某汽車旅館前25號下午4點多 警報警匪追逐槍戰 過程中嫌犯開車 衝撞刑事局增防車 遠景連開三槍還擊 射穿車輛兩槍 隨後嫌犯汽車逃逸 大批警力狂追逮人 不過開槍地點竟然就在副總統蕭美琴的住家樓下 也意外引發國安局隨乎關切 叫車就開出來 然後他有先停一下 因為警察把他擋住 可是他突然就 轉換方向就是加速的開走 然後警察就開了幾槍 據了解刑事局會從台中市行大等單位 會鎖定協性貫切 全是因為他在中部的蝦皮自取店 短短一分鐘的時間 撐開自動收費機的錢夾 竊取大量現金 從新竹苗栗一路到台中大甲 一夜之間連投八間店 犯案後還會變裝 更換網路購買的變造車牌 讓警方難以追蹤 而這回行簽目標 居然是警政署保日總隊 位於中和錦平路的公辦都更駐地 嫌犯大膽偷檢了約三大捆 重達數十公斤的電纜線 遠景立刻巡線開槍抓人 由於案發地點敏感 警方後續也向國安單位回報狀況 對此蕭美琴也在網路社群上報平安 表示謝謝各界關心 辛苦的刑事人員 以及住處周邊執法人員 維護治安 藉中獎成會SNG小組新北報導 好 所以警方是連開三槍 要追捕嫌犯一男一女 再帶著男嫌王接龍 順利逮獲了其他同伙兩人 將竊盜團的四人 全數帶回警局偵訊 三次情況把時間交給配文 好的 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警方終於在26日凌晨 成功將鎖定已久的 竊盜團同伙四人 以往大禁 一一帶回警局偵訊 新北友和某汽車旅館前 25號下午4點多 前奔開車衝撞刑事局 真房車 遠景連開三槍還擊 射傳車輛兩槍 而地點居然就在副總統 蕭美琴永和的住家樓下 也意外引發國安局隨後關切 25日北市刑事局 跟蹤竊盜團同伙 在永和蕭美琴家附近的 蝦皮購物製取店埋伏 開三槍抓捕一男一女嫌犯 最後將女嫌犯送回刑事局後 再帶另一名男嫌犯前往基隆 26日凌晨抓到另外兩名通貨 目前由刑事局釐清案情中 以上轉換消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